近日,国家统计局公布资料称,我国2018年的人均GDP为6.48万元,约为9553美元,接近1万美元。 按照世界银行2017年公布的最新标准划分,人均GDP在3956美元至12235美元之间的属于上中等收入经济体。 超过12236美元则属于高收入国家,也就是说,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中高收入阶段。 与此同时,按照世界银行的中等收入标准,年收入2.5万至25万元人民币,就能算中等收入群体的。 因此根据测算,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8228元。 中等收入群体已经超过4亿人,占总人口的三成左右。 1.从人均GDP层面横两国家间水平。 1.在金砖四国中,我国的人均GDP算高吗? 拿金砖四国来说,除了印度距离1万美元仍有差距外,巴西和俄罗斯的人均GDP都曾经迈入万元行列。 2010年巴西的人均GDP就达到1.12万美元。 2012年,俄罗斯的人均GDP高达1.5亿万美元。 是不是有点惊讶? 印象里不怎么富有的国家人均GDP居然比中国还高? 早在2003年高盛的全球经济报告中,就曾预测。 到2050年,中国、美国、印度、日本、巴西、俄罗斯就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几个经济体。 金砖四国全部上榜。 巴西和俄罗斯被寄予厚望。 然而近些年,巴西和俄罗斯掉入中等收入陷阱,经济长期为米。 人均GDP无法实现从中等水平到高收入水平的跨越。 近几年的人均GDP大幅缩水。 俄罗斯的人均GDP在2012年后的四年时间里缩水了近一半,跌入8800美元。 巴西的人均GDP也跌入9000美元水平。 与巴西和俄罗斯相比,我国人均GDP9000美元并没有什么奇怪。 进入本世纪以来,我国的人均GDP从不到1000美元上升至目前的接近1万美元。 这个速度已经是很快了。 要知道,美国的人均GDP从二战后的2000美元到升破1万美元,整整花了28年的时间。 二、跟发达国家比什么水平。 正如世界银行的标准,全球的高收入国家并不算多。 有我们熟知的美国、日本、韩国、欧洲主要国家,也有智力,问来这些我们想不到的国家。 2017年日本的人均GDP成38428美元,是我国的四倍。 而美国的人均GDP为59531美元,是我国的六倍多。 目前我国的人均GDP大概是日本1980年代的水平,美国1977年的水平。 虽然人均GDP上看差距巨大,但是若以购买力评价PPP计算,我国则是奋起直追。 购买力评价是根据各国不同的价格水平计算出来的。 2014年中国的经济规模以PPP计价为18万亿美元,首次超过美国。 2017年达到23.1万亿美元,美国为19.4万亿美元。 但即使是这样,中国的人均GDP仍只有美国的30%。 不过,随如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,GDP作为衡量聚集关经济的权威资料,受到太多因素的影响,难以反映出其背后真正的实力。 比如受人口影响,卢森宝和润士等人口相对较少的国家人均GDP就常年位于世界前列。 而印度这类人口较多的国家,人均GDP的发展就没有这么快。 因此,不以GDP论英雄,已成为不少人的共识。 如果想衡量不同经济体的差距,从收入角度来说,用人均GNP或者人均可支配收入更为合适。 二,从人均可支配收入层面,衡量国家间水平。 一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GDP的比,2018年,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,228元,比上年明义增长8.7%,扣除价格因素,实际增长6.5%,把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GDP比较,就能看出GDP的质量了。 从国内来看,2017年,北京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7,229元,人均GDP为128,994元,人均收入和GDP的比值为44.3%, 同年上海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8,987元,位居全国第一,人均GDP为126,634元,人均收入和GDP的比值为46.5%, 也就是说,在创造出100美元GDP的情况下,北京居民能拿到44美元的收入,上海居民可以拿到46美元的收入。 从国际上来看,根据Stachist的网站资料,2017年纽约的人均GDP为65,220美元,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4,540美元,人均收入和GDP的比值为98.96%。 同理,在创造出100美元GDP的情况下,纽约居民可以获得98美元的收入,从这个比例可以看出北京、上海和纽约的差距。 在我国,北上广深的效率比较高,这个比例在50%左右,其他资源型城市的比例有的还不到30%,而其他影响因素。 不过,人均可支配收入也有它的局限性。 在美国,年收入超过10.3万美元的人都属于上层阶级,但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居住地和债务情况。 如果已婚,那么,想进入上层阶级,年收入需要在原基础上增加3万美金,而如果是个三口之家,那么年,收入需要加5万美金。 四口之家则需要继续增加8万美金。 也就是说,如果要做对比,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、就业率、教育、健康、工作时间等,都能影响人们的幸福指数。 以我国为例。 在基建方面, 中国婴儿出生时的健康预期寿命为68.7岁,首次超越美国68.5岁。 此外,中国的疫苗质量也在1990年至2015年25年间大幅提升。 就业方面,中国是人口大国,最近四年平均每年仅大学毕业生就将近700万人,但从2013年至2016年,我国的城镇新增就业连续四年超过1300万人。 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在5%左右。 可以看出,在发展经济的同时,我国的生活环境水平也有了巨大的提升。 也就是说,无论是GDP还是人均可支配收入,有的时候并不能反映不同国家真正的生活水平。 人们的幸福感是统计学都难以准确描述的。